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土确诊今日新增46例 境外移入46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那今天病例有比较多 那本土的病例有46例 那境外移入的也有46例 那落地裁剪的25例 居家检疫裁剪的有21例 指挥中心表示 26号桃源再新增29例确诊 其中有14例与自贸园区相关 指挥官陈一中表示 远雄自贸园区25号进行2789人二采 当中有5人应转阳 都是本国籍员工 另外有9人是在集中检疫所 或是居隔中裁剪应转阳 其中2人为本国籍 另外7人为外籍移工 陈一中表示 由于持续有案例确诊 亚续仍然继续停工 其余厂商会陆续复工 另外桃源幼儿园的一对姐妹确诊 至今感染源仍不明 同住家人和亲戚共6人染疫 另外幼儿园同学和同住的家人 裁剪后也确诊 幼儿园的群聚目前已累积 10人确诊 龙潭一名58岁退休人员案18514 在25号确诊后 卫生单位紧急匡列 由于个案经常到姐姐家用餐 也曾和三名友人到新竹KTV唱歌 四人也纷纷确诊 但该名退休人员的感染源 目前仍有待厘情 北市房仲一家三口群聚扩大 26号新增一名 松山区某幼儿园的老师染疫 主义中心表示 确诊房仲的友人18397 曾经到餐厅用餐 匡列接触者时发现一名 也在餐厅用餐的幼儿园老师确诊 由于近期有个案传输用餐时遭到感染 餐厅是否会进内用也引发讨论 曾仲表示 不会因为这些场合出现群聚 就把整个产业给关掉 至于隔板和梅花座的部分 不反对但也不强制实施 郊西长荣凤凰酒店群聚案延烧到台北市 其中一名员工案18495 为台北市中国科大学生 传染给同学案18521 而这名同学曾经参加17人的聚餐 当中也有3人被验出阳性 另外14人居家隔离中 由于有两名学生确诊 校方已在进行扩大裁减 台国16号牛年封关 之后休市11天 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 春节期间国际股市仍照常开市 国安基金将会密切注意变化 目前国内基本面仍相当稳健 厂商投资意愿高 看好今年出口 能在高级旗下持续成长 今年228和平纪念日有三天廉价 届时在高丛举办的台湾灯会 将会进入最后尾声 台湾高铁表示 为了提升旅客出游返乡需求 自2月2号到3月1号 将会加开117班次列车 并自1月28号凌晨临时起开放订票 以上是今天的纪念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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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